第六档是朝鲜选手卢顺哲 这一名男子发令员是我们来自长春的 也是中国的徐迅 是我们的老发令员了 也是我们国际裁判 在中国这种裁判在国际上奠定一定的位置 或者席位也好 非常重要 很多外国朋友都很喜欢他 因为非常的外语也不错 然后交流的能力很强 现在男子1500米半决赛第一组是刚刚开始 其实为什么刚才我会提到裁判呢 对于一个项目的在世界上真正的辨令 电影一个霸主也好 或者是强国也好 也好我们真的要从多方面去有人能够在国际上能够去帮助我们 甚至说在国际上你能够奠定你的位置 除了裁判之外 另外我们在国际上在官员方面 像我们的男女主任也在国际华联的技术委员会 也是应该是在技术委员会应该是第一个中国人吧 对能够在国际里边的 最起码我们得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对 得有一个渠道 所以说不光是运动员去努力 从部队方面都要去努力 这也是这几年中国为什么取得好的成绩 包括我那一代下了很多功夫 部队方面 没错 我们看到朝鲜选手是 划得非常快 他一下充当了一个超级领划的作用 这一组呢 刚才我们俩就闲聊 忘了给观众来解释这一块 这一组呢 就是朝鲜选手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吧 他希望没有人追他 因为他知道 这一组会中国开日本或者韩国怎么样的 他就没有人会注意他 所以他既然不行的话 我不会赌一下 但他这个没有成功 现在已经远远被闪到后面 那种滑行就是一次赌博一样 只要说没有后圈的话 只要一旦被超越过来 那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再反超了 对 现在局面非常好 看来他这种战术是帮了我们了 提前的加速 这样把韩国 把那个日本的老将 虽然他很有经验 但是他体力不行 他没有 他在体力不行的话 任何经验都谈不上 所以这样的话会帮了我们中国队了 实际上只要是平稳滑行 我们看 如果按照前几组那种滑行的话 就是说 竞争会激烈一点 到后层 那种日本的选手 他的四伪物的优势就会出来了 我一直都说不出来了 然后 但他这种滑行的话 相对来讲 对我们小亮的 这样 进决赛的概率就增大了 这样的话中国选手刘晓亮是已经杀进了决赛 进入决赛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宋庆哲和安贤书是这一组的前两名 刘晓亮是获得本组的第三的位置 我觉得对于他们这样的年轻队员来讲 一个是在比赛当中积累经验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 要让自己去 长得冠军去努力 非常关键的就是他们能够多打一轮 就是进决赛呢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冠军是你要必须去争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能够再多打一轮 这种情况下 特别是在高水平这种竞争当中